我去打死了 打死了 我去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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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新医 那个新医师跟他走了 那一想完的话 我真的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 说新医院是老师在里 欢迎收看由绿园电动车冠名播出的 说是哪里 我是老鸡 刚才您看的那一幕 发生在湖南省邵阳县的一个村子里 是我们的记者用手机偷偷拍下来的 为什么要偷拍 因为在这之前 画面中那位看起来相当暴躁的大叔 差点没把我们摄像机给砸了 那到底什么是让他如此的动气 和他撕打在一块穿红衣服的那个姑娘 又跟他是什么关系 这看起来虽然弱小 却一直在旁边 尽力护着那位姑娘的矮个男人又是谁 哎呀 要说起这几个人关系 他还挺复杂的 哎呀 我的气啊 你把我逼着什么人咯 我把你逼着你 不差好分啊 那我就逼不上咯 你逼得还要强咯 他叫胡香成 今年28岁 是湖南省邵阳县一个农家孩子 身高只有一米二 村里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子 都已结了婚生了孩子 可他就因为身高还打着光棍 寂寞的时候 他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来姐妹 她是胡香成的姐姐 名叫胡香鹅 今年30岁 身高却只有一米一 也没有找到婆家 相同的命运 让他特别能体谅弟弟的心情 胡香成的父母都很健康 他们至今也搞不明白 自己这一对子女 为什么长得这么矮 好在他们的小女儿胡嘉玉 出落的亭亭玉立 个子也长到了一米六 一家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为了省出钱来 供养小妹读书 胡香成和姐姐早早就错了学 开始了他们的卖艺生涯 师父也是卖艺 他大概三个小二人 后来是演到我村里出 就叫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出 就有五个人 后来师父带的徒弟越来越多 两年之后 胡香成姐弟俩被遣散回家了 这时妹妹刚刚考上了大学 急需用钱 无奈之下 他们只有出来组团单干 开始自己闯荡江湖 胡香成和姐姐靠着四处奔波唱歌跳舞 零零碎碎攒起来的钱 支撑这个小妹完成了念完了这个大专了 的确很不容易 不过姐弟俩倒也是苦中作乐 反正回家他也干不了农活 不但给这个爸妈增添负担 还得受村里人歧视 这卖艺虽然苦点 可起码能养活自己啊 也没人对他们指指点点 说三道四的 那至于爱情嘛 除非这个天上有馅饼掉下来 否则这辈子八成是没戏了 但是让这姐弟俩做梦没想到的是 这有一天啊 天上还就真掉下来 不是馅饼 一位大姑娘 以前胡香城一个人唱的琴歌刘涵凯桥 现在终于是有搭档了 这位高挑清秀的姑娘今年二十岁 名叫唐晓玲 小明晓芳 跟姐弟俩是一个村的 她家是个土王子 她是村里最穷的一个 她把妈妈想要晓芳出来 跟我们表演 挣点钱给她妹妹 弟弟 她是最大的读书 刚开始我就要她撕一下嗓子 唱的怎么样 就她就是随便哼扬出来唱 这个女孩子声音很好听 就这样 当时刚满十七岁的小芳 在父母的引荐之下 拜胡香城姐弟为师 开始学习唱歌跳舞 加入了两人的卖艺队伍 观众朋友们 车达王的朋友们 大家都在翻戏啊 看表演啊 我们这三姊妹的表演 非常的精彩 当时当来的时候 我只把她当一个小妹妹看在影子 跟我姐姐还有我啊 我们三个 刚刚是在外面的时候 就说我们是三姊妹的一样了 看起来好像比较热嘛 只是我也觉得很开心 很满足了 小芳性格开朗 既勤劳又能吃苦 歌也唱的好 胡香城和姐姐都很喜欢这个女徒弟 我觉得她很像我的哥哥一样 你觉得从来没有人对你这么好吗 是 小芳是家里的长女 下边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爸爸重男轻女 妈妈呢也顾不上管她 十三岁的时候 小芳就被送到广州一户人家做保姆 受了不少委屈 没有什么地方去熟口嘛 就是躲到背口里面哭 现在我都不想提那个事了 一提那个事了 我心就会痛 人都说日久生情嘛 这胡香城虽然个爱 但是心眼而好啊 心地善良 感情也丰富啊 整天跟小芳是朝夕相处 慢慢的就不把人家纯粹当妹妹看了 唱歌有说有说有笑 他们两个唱就唱出了感情了 就好像我们两个人是两夫妻一样 就好像秦哥哥跟秦妹妹一样 不过胡香城觉得 虽然这郎有情 但是妹未必有意 自己是要啥没啥 个子又那么矮 小芳能看上她 她说姐姐 我追求那个女 你觉得小芳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她人有那么个嗓子也好 我说你大胆的去追求吧 她刚才可以怕球 在姐姐的鼓励下 胡香城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向小芳表白了她的心意 我这个表白我跟小芳我喜欢你 她当时就笑了一下 她说 本不成啊 不成 我就是要说不成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先教 教个朋友怎么样 后来她就记得追我 我就答应她 没想到小芳居然答应了自己的球爱 胡香城乐的心里是开了花的 以前从来不敢奢望的爱情 现在终于到了 她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去享受甜蜜的恋爱了 你觉得这叫爱吗 这就叫爱 在跟她牵着手在盖上走一下 别人有的人觉得好狠 别人有的人觉得很奇怪 别人有的人觉得很奇怪 看着我 那你介意她的那个眼光吗 我不介意 我自己牵着她的手 我都觉得很幸福 很开心 找了小芳这样的高个女朋友 胡香城走起道来 腰杆都挺得比以前直多了 脸上仿佛就写啥字 我骄傲 比女朋友矮点 你说怕什么 至少不会觉得低人一等呗 谁愿意看她就看 都让她们嫉妒羡慕去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小芳姑娘虽然谈不上很漂亮 但也算眉情目秀 身材高挑 找了这么一个身材 才那么点的 到自个胸口上的 手指都短的 连跟她食指相扣都很困难的胡香城 她心里真的不介意 她愿意做胡香城的女朋友 仅仅是因为同情怜悯她 还是说从内心真的喜欢她 我就是喜欢她 那你对她的这种爱情有没有同情的成分呢 同情是有 我就是说为什么上天要把她变成这么爱 小芳心是最好的最善良的我可以说了 她要不是看到我以后我又是爱又是个残疾人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小芳到底喜欢胡香城的什么 可以让她如此不计较 甚至是别人的流言蜚语 你觉得她哪一点最打斗你了 就是说话打斗我的 就哄得你挺开心的 是 那你相信她会一直这样对你好吗 会 你觉得她把你当什么 当什么看 她说她把我当宝贝看 胡香城无微不至的关爱 感动了向来缺少温暖的小芳 她自然对胡香城产生了依赖 我妈妈稍微有一点点的关心 爸爸呢 就是毫无过问的 那行吧 这样好了 不计较你卧槽 我爸比我妈妈大 13岁 两个人就是经常这样吵架 我小时候我就是发了事的 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对我好的男人 每当有人质疑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 胡香城总是大大方方的当众炫耀一下他们的爱情 而小芳也毫无吝啬的对男朋友夸赞一番 有帅气啊 也有男人 那怎么以至少她是矮矮的 我觉得她也有一点点魅力 矮得可爱了 矮得可爱了 就像她自己说的这句话一样的 我觉得 都说这情人眼里出西施 看来这情人眼里也出帅哥 小芳就看着胡香城哪都顺眼 哎呀 连个子矮都成优点了 可见俩人确实是真有感情 不过这甜蜜归甜蜜 现实也不得不面对和考虑 要是真的谈婚论嫁了 你怎么也得征求家长的意见 那父母能同意吗 胡香城的父母当然是没问题了 小芳的父母 他们会同意自个儿的闺女 嫁给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二的小女婿吗 小芳和胡香城又会遇到怎么样的考验 两个家庭之间又因此发生了哪些风波 这对恋人终究能不能冲过重重障碍走到一块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稍后为您解密 一米二的小矮人师傅 爱上了一米六五的女徒弟 反正一时唱情歌对她唱出感情来 她唱出感情还亲我都没关系 是真心小矮人 师徒恋情引发轩然大多 两个家庭的战争是一出几万 全女人全部都骂我小妈呀 就是小芳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 她把她接受了一个男朋友 为爱自奔街头卖艺 面对种种考验 他们最终能否走到一块 小矮人的爱情故事 说是哪里正在解密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这身高一米二的湖南小伙 胡香城和身高一米一的姐姐 以卖艺为生 这三年前啊 17岁的同村姑娘小芳 因为家里穷又没事做 在母亲的引荐之下 就拜着姐弟俩为师了 想跟着他们呢 也出去混口饭去 因为表演的需要嘛 小芳和胡香城呢 天天搭档一块唱情歌 结果唱来唱去 俩人唱出感情来了 假戏真做 谈起了恋爱 之前麦一时胡香城总是介绍说 小芳是他表妹 如今两个人的关系成了恋人 他们的表演似乎也显得是更有看头了 我自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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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里的 从国外面说 你从这个面貌啊 这个身材呀 从国外面啊 唱歌呀 从国外面 你还是有点爱好了 对不对啊 你还可以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 对不对 找到你一份 对你这个 每当听到对他们爱情的肯定和祝福时 胡香城和小芳感到很欣慰 但是也有很多人对俩人的爱并不理解 这集中还夹杂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质疑 你这个妹子这么高 是不是来拐她的钱财 我说不是的 我说是真心真意爱她的 我是有一颗 我也是个穷官大 我是有一个爱客人 我说她是个穷官大 我 她是穷官大 我也要嫁给她算了 我就这样说 开心也有点 也有点难过了 因为我觉得我没给她幸福 你要给她一个微暖的家 幸福的家 我才开心 虽然现在靠卖艺挣来的钱 只能勉强的维持生活 但胡香城跟小芳 还是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尤其在看到别人拍婚扎照时 两个人是格外的眼馋 为了帮小芳和胡香城实现这个心愿 记者联系了长沙市的一家影楼 影楼答应免费为他们派一组婚纱照 这款喜不喜欢 我们一款一款的吃吗 一款一款的 是啊 我是梦想成真的 老哥 你漂亮吗 我是你身边中的白铁公子 最漂亮的 你是我身边中的白铁公子 小狗 美女 宝贝 亲爱的 两个人更是高兴的合不拢嘴 直到这时候 胡香城才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 他说就在几天前 他们两个人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怎么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 会嫁给我这么矮的小二人 肯定大家都不会相信 你们以为是我在讲笑话 可是这是事实 我有了这么一个小丈夫 我感觉到很高兴快乐 谢谢 原来小方跟胡香城谈恋爱的事 一直都瞒着家里 直到今年春节前 胡香城才鼓足勇气 带着小方回老家准备去提亲 没想到话刚出口 先被爸妈给回绝了 他们说他是矮 就是说让我嫁给他们 这个我也 体验他的爸爸妈妈 谁不想喜欢自己一个宝贝女儿 嫁一个好一点的男孩子 或者有失业的 是不是 我这么矮 走在哪里 如果到他家里去走亲自 肯定大家都瞧不起 好像出丑一样的 胡香城很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遇到小方这样的好姑娘 愿意对他以身相许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于这份感情他很珍惜 他也早料到了 两个人的爱情之路 肯定不会平坦的 能不能够把小方 嫁给我 我真的是很喜欢小方 他爸爸妈妈说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为了尽快的让女儿死心 小方的父母是坚决不许 他再去跟胡香城卖艺 并且很快就脱眉人 给他物色了一个女婿 还商定 等袁小姐一过 就让那个男的带着小方出去打工 就是小菜这两个 他们两个 他爸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有一米六多高 我听了这个消息 我到时候我就哭了 肯定害怕了 爸妈妈的威胁他了 就这个爱要吃农药 小方说要我把他忘记上 只有眼睁睁地 睁睁地看着我的女朋友 被那个男的带走 小方拗不过父母 只好忍痛 跟胡香城提出了分手 胡香城又伤心又着急 单枪匹马上门 找自己的未来岳父 要人去了 到时候我跪在地上 求他爸妈妈妈 把他女儿嫁给我 那个男的看到这个情景 他也不好说什么的 因为小方 你到底失望哪一个人 你心里有他 小方说心里有我 心里有我 那可以 那你把钱退给我 胡香城随后是东拼西凑 借了两千块钱 交给了小方的父母 归还了那个男人的彩礼钱 家里爸爸妈妈 不知道在反对 但是女儿是心 那个心事跟他走了嘛 这好歹 算是把小方抢过来了 不过这时候 小方的父母又发话了 要想把他们的女儿领走 得答应一个条件 那你拿四万块钱来 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四万块钱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 不是个小数啊 胡香城一家呢 就是倾家荡产 砸锅卖铁 他也拿不出这么多呀 但是他的爸妈觉得 儿子这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姑娘 人家姑娘也看上儿子了 哎 如果就这么给吹了 你说这辈子上哪再去找这样的媳妇呢 那甭管怎么着了 先硬下来吧 再这说了 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了 哎 如今等于下嫁给你胡香城 你拿点钱 那也是应该的呀 于是在这个村干部 双方家长的共同见证之下 一份白纸黑字的特殊协议 哎 就诞生了 我就是先答应他 答应他爸爸妈妈要去贷款了 贷款 贷了两万 你贷了两万 他老爸的名义 成在那个信用社里面 这份胡香城摁了手印的协议上明确规定 如果在10月31号之前 没有凑够4万块钱交给小方的父母 不但这门亲事不成 连之前交到他们手里的两万块钱定金 也要打水漂了 因为我知道在10月31号之前 没拿钱的话 这个后果很严重的 我跟他爸爸跟的是跟不 跟不同的 没够不同的 只有拿钱 可以跟他沟通 如今这严筹的期限就要到了 剩下的那两万块钱还没着落 胡香城跟小方决定先登记了再说 也许生米煮成熟饭了 就没人能把他们拆散 他如果把小方跟我分开的话 跟小方没有小方的话 我真的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 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用 你对天发过誓 我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我会跟你一起走到老的 虽然小方对他死心塌地 不过胡香城的心理呢也很清楚 这事迟早会被小方的父母知道的 总不能够一辈子不去小方家吧 知道你先把我这个女儿打一餐吧 打我以后他老了我才去见他 不老了我就不去 还是要给他他爸爸妈妈的祝福餐 要不让我回去的话 他爸妈妈也跟我们吵架了 思来想去 胡香城觉得还是应该回一趟老家 他希望能在记者的帮助下 劝说一下小方的父母能够接受他们 一路上胡香城和小方都有些坦道不安 他们一直手牵着手艺围在一块 用这种方式鼓励着对方 对胡香城来说 今年年初签订的那份结婚协议 会不会像一颗炸弹 在这一次引发一场风波呢 他心里没底 但是当记者劝说胡香城带着小方 去他家主动承认 两个人已经领了结婚证 并争取获得他父母谅解的时候 胡香城和小方却都退缩了 胡香城坚持认为 空着手去小方家 就算是说破嘴皮子也无济于事 他打算让小方先回家 探探他父母的口气 看看他们的态度 是不是有所转变 你爸爸说什么 你就答应他就是的 嗯 就是反正不要跟他顶嘴 不要跟他吵架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急着陪着小方 一块回到了家里 见到了刚刚干完农活回家的父亲 如果你女儿很想跟他在一起呢 不同意 其实刚爸爸 我很想得了你的祝福 两姐 好不好 他要得 他要得 你过来吗 他说他吃了饭就过来 哈哈那爸爸过来 明明答应好好的 可是等来等去 小方的爸妈就是不见人影 小方只好又往家里跑了一趟 一回到家 就见到刚刚起床的母亲 是不要叫 不想念死 没有 阿姨 我过来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嗯 女儿打算跟胡江城结婚了 不讲 要我这个当小年纪 找个男朋友 找高一点嘛 是不是啊 胡江城长得高一点 是的 正常一点 嘿嘿嘿 其实主要还是他对你女儿好 好 我也不同意 小方妈妈的话音刚落 让人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小方爸爸突然气质汹汹的从屋里冲了出来 父亲的暴躁吓坏了小方 他一路小跑逃回了 不想成家 结果没过一会儿 这父亲居然追到了这儿 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一幕 大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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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这故事说到这儿 我很不愿意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以这样一个画面来收尾的 但生活它毕竟不是童话 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能够皆大欢喜 得到祝福的 胡乡成和小方努力想得到父母的认可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不过好在两个人已经登记结婚了 有了法律的保护 那就是合法夫妻 相信他们也不会轻易的被拆散 而且经历过这些磨难 这对不寻常的小夫妻 一定会更加的珍惜彼此的 用实际行动证明给大家看 真爱绝对是能创造奇迹的 胡乡成和小方都是成年人 婚姻自主 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那就让我们祝福这冲破了世俗和家庭 阻挠的婚姻 因为在这个感情越来越容易动摇的时代 这是一段饱含真情的炙热的爱情故事 同时也相信这小两口最终会得到家庭认可的 好今天故事就说了